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台股看展 指數在今天上漲433點 都是台積電所貢獻的 如果扣掉台積電的話 今天指數是下跌的 所以可見的一些中小型股 以及台積電其他的股票 在今天被出貨的程度有多厲害 所以台積電現在跟指數掛高 你光看指數的話 對盤勢的判斷 你可能會有一些失真 所以你要透過其他的方式 去看一下到底盤面 大戶以及在主力的態度 是看多的 心態比較偏多的 或是在選前有這樣保守的一個狀況 那我認為在第三季的季報要公佈之前 盡量往右下角的股票去做選擇 那因為第三季季報馬上要出爐 這個是跟美國大選之後呢 都還會連帶的影響到 如果第三季的季報表現不怎麼樣的話 那在右上角的股票呢 常常會突然遭到狙擊 突然就跳水往下 這個是在季報公佈前半個月到一個月要密切注意的 你回去看前面幾次呢 在季報公佈的時候都有這樣子一個狀況 所以現在的這個選股上 建議往右下角的這個股票 低位階去做個選擇 好我們看到在今天的這個指數呢 直接跳高往上 那跳高往上但是收出一個黑K 早上看的 大盤的成交量呢 本來一度到達5000多億 5500億左右 這個嚇一跳喔 如果今天真的量能有到5500到6000億左右的話 那這個盤就非常的危險 那我認為短線 接近5000億 4800還可以接受 因為昨天的量能呢 是大概4000億 那一下子多了20%的量能 基本上以日的量能來說呢 多出 比前一天多出大概20%到30% 都還是可以接受 如果一下子比前一天的量能 多出30%到40% 這個就要非常小心 通常比前一天爆量爆出多了30%到40%呢 通常會形成一個波段的 轉折的機會是比較大的 所以還好今天沒有爆量喔 但是呢也遭受到了調節 切換到 就是今天的這個指數上呢 量能是比較明顯放量 而且造成一個跳高的缺口 缺口在這個地方 所以啊在這個 短稱的話呢 22,800點到23,000 也就是在昨天 法說會之前的這個 低檔區域 那如果22,800到23,000的這個位置 一旦被回撤 或者甚至跌破的話呢 那又回到這個整理區域 那就麻煩了 如果這個區域呢 在下週一旦被跌破的話 那它就會形成一個比較長時間的整理 那這一整理呢 就要整理到美國大選之前了 為什麼這樣子去看呢 為什麼說這個區域不能跌破 因為你想想看喔 現在 台積電法說之後呢 對於指數上來講 還有沒有什麼更大的利多 應該沒有了 這個台積電法說 這個營收好的報表三率三升 那今年業績要成長30% 比之前預測的還要好 而且呢毛利率也高 這種種的利多呢 基本上在 這一次法說呢 短線上的利多都反應完畢 而外資也都把目標價調高到 1300到1500 再往上調了 那你說短線台積電還要再往上 又有一個成長 非常棒的消息出來嗎 這比較困難 所以對於指數來說呢 這個地方也不要 也不要衝得太快 這最好就是在這裡整理 23000到24000 中間進入震盪 那等到美國選後呢 再去供歷史高點 我認為這樣的一個結構會比較好 因為很明顯今天 除了台積電之外呢 幾乎都在 出貨 或者是在 做一個調節的狀況 是比較明顯的 尤其在一些台積電的供應鏈呢 今天早上我來發會員 就是發訊息給會員 告訴他說台積電這個未來兩奈米啦 以及在資本支出調升的一個狀況下 因為這一次資本支出沒有調嘛 那所以可想而知呢 1月份的這次法說應該會調 非常有 非常大的機會去調 所以台積電的供應鏈呢 你在11月底到12月份 你去佈局 是一個比較適合的時間點 所以今天大幅度往上指數開高的狀況下呢 這些供應鏈我跟會員講說 是絕對不能夠買 就是 你去買這些供應鏈的話呢 大部分其實今天看到一個局面 都是開高走低拉回 所以 大選之前呢 最大的一個利多我認為已經過了 那既然未來沒有更大的一個利多呢 指數最好是讓它撐在這個地方 撐在這個地方呢 可能類股的一個輪動 那去做一些結構性的調整 那輪動到哪一些股票呢 我認為在第三季季報之前 那你要注意這些右下角的股票 會開始成為一個接棒 接棒演出 因為我今天還帶會員呢 也買進兩檔 這個右下角的股票 大盤今天 扣掉台積電是下跌的 可是這兩檔股票 今天還是上漲的 那也就是說呢 OTC 的部分必須要穩住 最近一個月的低檔區 否則台積電在創高 加權指數在創高 OTC 形成這樣子一個套牢的話 這就不太好 表示在選前呢 確實在 內支大戶的部分 開始去 變得比較保守一些些 那尤其又有季報的一個干擾 所以你可以檢視一下手上的股票呢 到底七到九月份的營收有沒有相較於前一個季度 是呈現了季增 這樣子一個狀況 如果季度衰減很多的話呢 那可想而知啊 第三季季報公佈出來不會太好看 那通常 每一次季報反映出來的這個狀況下呢 也容易遭受到法人 或者市場上面的一個調節 這個是可以預見到的一個訊息 所以呢 你現在買如果是偏右下角的 就算它的這個季報 沒有很好看 那如果不是太難看的一個狀況下呢 起碼不會 已經在地板了 已經在右下角了 它不太會 在大幅度的回落 可是你買那種右上角的股票 萬一第三季季報開出來是很難看的話 那這個可能就給市場呢 或者是空方再有理由 去做一個灌壓的一個動作 這一點是提醒大家要注意的 在11月中 在大選之後你都要注意這個狀況 那台積線昨天的法說會之後呢 外資紛紛調升目標價 像這個有海通啦 HSBC啦這個 幾乎都調到1300到1500 那甚至還有1600的 HSBC現在是 知名外資當中調升到 最高 那之前 有一檔 有一個外資調升到1600 在昨天之前 那現在 我看到外資紛紛都調升到1300到1600 那我認為呢 台積線的這個目標價 在昨天以前 昨天以前大概都喊1200嘛 那我認為1200會看到了 明年 也許 這個 第一季就會看到了 第一季到第二季 慢的話第二季就會看到了 1000 其實沒差多少 差1000塊左右 差100塊 不是1000塊 台積線現在市值呢 全球第八大 昨天ADR呢 上漲快要9% 可是今天台股 只上漲了4.8% 所以很明顯落後於美股的漲幅 那長期以來呢 ADR的 這個溢價都比台積線來的高一些些 所以現在呢 1080到1100 大概就這個區域 接近前高的位置呢 暫時不要去追會比較好 那從本來的低檔區900到950 我覺得現在大概已經快移到 980到1000了 台積線三位數的這個價格呢 或許還有機會看得到 那個狀況下如果發生的話 就是台股重衰 重衰的狀況下呢 你再記得台積電 又是一個長期投資的一個機會 因為呢 如果從1100跌回到1000 那指數 如果從1100跌到1000的話呢 那指數大概就跌800點 一點的話 就是台積電跌一塊錢 指數大概跌8點 但是呢 這個多頭架構成型之後呢 可以看到呢 從上次的1100 急殺下來到將近800多塊 那這邊又開始緩步的墊高了 所以中期的回檔 完成這邊從高檔 這邊也殺了20%下來 他今天跌了20% 20% 到30%呢 差不多就是一個 指數 中期回檔的一個 一個 這個 正常的一個拉回 這除了金融海嘯呢 大概拉回了5成 2008那一次拉回了5成 那之後呢 台股大概拉回 25%到30% 就是一個中期回檔 的一個 滿足位置 你回去看之前的一個回檔 不管是疫情啦 或者是 暴力升息啦 或者是2018年 中美貿易戰 大概都是 頂多拉回兩成到三成 所以台肌線狀況也是一樣 拉回兩成就是一個非常 我覺得 長期去做一個投資的一個位置 那如果你一個正常的拉回來看 我覺得目前來說 大概拉回到 980到1000 就是一個 你可以去入手的位置 你分 分幾次呢 去做一個進場 那未來長期目標 1200應該是達得到 那明年第一季第二季就是有機會的 那現在台積電的市值也是全球第8了 1.6兆 1.6兆 美金啦 非常 嚇人 那台灣的市值大概是 那個 差不多 差不多 跟美國 比價起來 大概打85折 打85折到 9折左右 那也就是美股的 這個ADR呢 仍然是 全球的資金會去注目 因為 台灣的台積電 你要買台灣的台積電 還要先換成台幣 這個對於很多外資來說 不太方便 那當然呢 在美股ADR 美元全球流通這個資金 它會比較 相較於台積電有一個 領先的作用 所以為什麼長期以來呢 美股的ADR是比 台股是呈現一個 溢價 溢價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看到在高階製程 接近7成 所以難怪台積電越賺越多 毛利率越來越高 包括在 3奈米到7奈米 的這三個高階製程 最底下這三個顏色 就佔台積電的營收佔7成以上 那明年呢 明年還有2奈米 將會問世開始量產 所以隨著台積電的 這個高階製程 越來越多 基本上7奈米以下呢 台積電這個可有可無啦 那都是呢 比較 比較 甜的這個獲利都在高階製程的部分 所以難怪台積電越來越賺 那它的客戶呢 也是越來越多 當然主要就是在 揮達啦 AMD 以及在高通的部分 然後外資呢 也紛紛上調了這次的資本支出 預計明年可能就會達到 38億 381到400億美金 本來是 360億美金 本來的 這個 今年的 明年預期36億美金 那後年預期大概是400億美金 可是呢 明年有可能就會再調升到 3.81到400億美金 那可能在明年第一季 就會去做宣佈 所以呢相關的台積電 供應鏈 我覺得是可以值得留意的 那哪些供應鏈可以值得留意呢 我們進一段廣告 等下後來再跟大家說明 當您的投資遭遇逆風 您是否感到不知所措 感覺就像是股票生病了呢 Don't worry 有病就要看醫生 我是股科大夫 專門為您的股票看診 我擁有豐富的市場經驗 和精準的分析能力 從市場趨勢到產業分析 我會為您的投資 提供精準的儲方簽 讓您的股票 重回健康狀態 如果您的股票也生病了 趕快打開LINE掛號 id輸入atdr.stock 讓我為您的投資 開出良方 好那在看台積電供應鏈之前 我們先看一下 昨天台積電講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AI的需求非常強勁 那包括他大客戶 揮達也是什麼 此生最有錢的 的時間點 所以未來台積電還有一個隱藏的利多就是 他還能夠再漲價 對於他的高階製程的晶圓 還可以有漲價的空間 因為也確實呢 現在全球要做最快的台積電 最快晶片 最強的這個晶片 只有台積電做得出來 找三星 這個良率也不好 Intel也快要被賣掉了 這可能要不知道到底誰要接手這個燙手三域 所以要 在這種科技 軍備競賽當中 不要輸的話 只能夠找台積電代工 而且呢 你要 排隊 還不見得買得到 有錢不見得買得到他的 金圓 所以台積電這個確實是 非常厲害 那當中提到這個AI的部分呢 老AI像廣達鴻海呢 現在已經在半山腰了 但是老AI的部分 廣達現在也在半山腰開始呢 出現一些壓力 所以 這個地方底部沒有進 240到 這邊310塊 這價差已經差了快要 25%到30% 所以這邊也不要再去追 等他拉回 稍微拉回一下呢 這邊不會 馬上的反轉 因為進入到 第四季呢 GB200馬上出貨了 明年還有 B300 B300A這些等等的 這個晶片 新的系列晶片 所以廣達 拉回可以做中長線偏多 可是短線這個位置 建議不要再追 2317鴻海 同樣一樣的 類似形態 短線長起來 這個地方 如果量能沒有辦法 再進一步擴張的話呢 那也是建議拉回到月線附近 那最好是 190到200 因為靠近下面你的勝率會 比較好一些些 你的賺賠比會比較好一些些 靠近下面再去做個進場吧 那 180以下的這個區域呢 目前認為應該不會再來了 180以下到 160 這邊就是一個長線的支撐了 我之前有講過 這個 我爸買 紅海買到100塊 然後再120塊賣掉 120塊賣掉 那時候就認為說 120塊這個價位 大概兩三年都不會再看到了 我們現在已經看了大概 快要一年了 沒有看到120塊 應該一年吧 一年還是半年 大半年了 就從今年的三月份開始 所以120塊下 這個大家不要 不要寄望會有那個價位 但是呢 160到180 這邊已經是形成一個 中期的一個支撐了 160到180 那未來 紅海目標呢 也是非常機會 再往高點去做測試 可能在明年的 上半年 那短線卡了一個美國大選的變數 那我不認為他是利空啦 因為呢 不管是哪一個總統上任 不至於把美國的經濟搞到非常差 短線對個別產業確實會有影響 可是中長線來說的話呢 那美國選舉 短線影響的利空應該就是 一兩天 兩三天的 一個狀況 另外像是還在右下角的 技嘉啦 維銀 還有光寶科 核碩 這個都可以留意 基本上大戶比例都還算是集中 而且上半年的EPS都不錯 維銀今年有機會賺到100塊 他是除了大力光之外呢 第二家台廠 一年獲利可以賺10個股本的公司 那7到9月的營收呢 你可以看到也表現不錯 剛才跟大家說 你要找 第 第三季的營收呢 相較於第2季來說 比較明顯有增長的 對不對 那這些公司呢 在第3季季報開出來的時候 他就比較不容易 遭受到 這個莫名的拉回 每一次季報之前呢 好 這個 258 11月份 月中公佈季報之前 你都要非常小心呢 季報公佈之前會有 這個狀況 你過去看 過去的這個季報每一次公佈的時候 都要非常留意 突然忍不防 季報出人意料之外 這可能造成股價 非常大的變動 尤其是一些 這個沒什麼業績然後炒得比較高的這種 小型股的 在季報 因為你不知道到底什麼時候發表 反正11月中之前 那月晚發表 季報的這種 這個月要小心 最好是高檔 先去減碼一些些 我們看到在微影的部分 底部已經在足底的形態當中 7、8、9月的營收獲利都 比這個前一季要好 而7、8、9月呢 基本上 這個股價是相對 比前一季度還是低的 那未來的 展望也不錯 大幅持股在做的提升 那已經進入到一個多頭量價的結構 價漲量增拉回量縮 所以底部呢 1600到1650塊的這個位置 應該已經確立 但是還在足底當中 還需要一個比較 有效的連續量能突破 那它的這個ASIC AI伺服器呢 下半年也有 這個客戶在持續的擴張 那一般伺服器 也 表現蠻強勁的 9月份營收年增120% 超越外資的 預期 所以呢 未來外資認為 他在AI伺服器的業務呢 應該有機會從目前的 ASIC版本 進一步 拓展到 GPU的 版本 回答GPU這個版本 那另外在2301光寶科呢 小型的一個 形態圓弧底突破 外資開始轉買 外資開始轉買 而且呢 借券空單開始在回補 之前跟大家說呢 你只要發現空單開始有在回補呢 通常那可能是上漲的首部曲 為什麼呢 如果法人或者是外資 開始要對這個股票有興趣 看好他未來走勢的話 他空單要不要先補一補 空單當然要先補啊 不然班石頭砸自己腳對不對 好 把股價買上去 然後嘎自己空單嗎 這不太合妥協 那包括他 最近在 北美的這個展覽 展示這種整合式的AI雲端伺服器 整合機櫃 裡面結合了像 電源 易冷 機櫃軟體 那就支援了 輝達的 GP200 NVLINK 72 的這個架構 以及 這個NVIDIA的 MGX模組化 的這個系統 所以股價呢 也是在右下角 包括在營收也是不錯 這個都可以值得留意一下下 那另外一些台積電的供應鏈 你看今天很多幾乎都是開高走低拉回 像中砂 盛陽辦 這個都是 那一些小型股的話呢 你就可能要注意一下季報的影響 像這個 科教 這個就是 第三季季報開出來可能會不太好看 但是呢 長線來說他跟加登也合作 那從核心技術轉移到半 半導體 然後呢 布局這個高階封裝用的精密宅板領域 中砂的鑽石碟業務 盛陽辦的 再生晶圓 這個都是在 2奈米呢 直接受賄 然後在 做這個高階製程清洗技術 清洗現在 大家都不想做了 這 剩下廠商沒幾家 適合就其中之一 然後大銀圍的部分 達星採 這個在 在材料的部分 我們看到在 中砂呢 台積電 未來A16金貝供電 的技術導入 那會使 他的 鑽石碟業務呢 額外成長5%到10% 那包括在成熟製程 駕動率也回升 那中砂呢今天 可以看到 開高 之後 早上還往上漲了一段 但是呢 馬上就直接就倒下來 那倒下來之後呢 可以注意一下在 這個禮拜二 起攻紅棒的這個位置 起攻紅棒的 這一根之內呢 如果又回來了 我覺得反而又是可以 注意 一個買點又出現了 而最近三天呢 投信比較積極的轉買 那只是今天因為利多的關係呢 遭受到了調節 你就盡量不要去 做一個追價 另外在3551的四合呢 那同樣是短線 圓乎底成型 但是這個比較偏 內支 主力在做價 那這三天買比較多的呢 就這 兩根 主力買超比較多的呢 那除了扣掉外支 或者是扣掉一些 當沖的 之外呢 比較多還 波段還抱著的呢 可以注意這兩個 統一內湖跟國票長城 這兩個券商 那目前開始有這樣做量往上的狀況 所以後續可以 持續注意呢 105到110塊 這個位置如果沒有破的話呢 還有機會再創高 那 在這個高階製程的清洗技術 而且擴充 產能 未來看好第四季 營收持續往上 那些切入到2nm的世代 那所需要的這個清洗需求也會同步的增加 所以呢 這些 不止這些啦 還有很多 今天早上 這個塞了非常多的 這樣子的個股 那這些呢 我覺得都是在 11月底到12月呢 可以開始去做佈局 因為很明顯的 明年第一季 應該就會去調整台積電的一個資本支出 那只是短線因為今天 開得太高 遭受到一些賣壓 拉回 但是台積電供應鏈我覺得仍然是跟著台積電在吃香荷啦 那如果有興趣 跟著我們去操作 或者是呢 這個需要諮詢的話呢 歡迎在 傳訊息過來 傳訊息過來 加入LINE之後呢 打上你的這個股票代號 如果需要諮詢的話 我們看在 整個國際資金的動態呢 10年載 4.1%到4.2%這個位置呢 那又短線的拉回 所以我跟大家說這個位置田田架呢 不要砍在地板 很多人 開槓桿 3.7 3.6 去賭這個降息之後的行情 這個偷機不著48米 你要開槓桿你不要在 股價已經漲很多或者是價格已經反映的狀況下去 開槓桿 這很簡單的邏輯啊 如果你把你的部位弄成是這樣倒金字塔形的 你越往上槓桿開得越來越大 那你的平均成本是不是越墊越高 平均成本越墊越高的話 只要稍微一個回撤你可能就拉回 你可能獲利 全部都被清空 而且呢 反而還變成 虧損的一個狀況 所以你如果看好 這樣子一個 狀況你要去開槓桿 槓桿你要增加部位 你最好是用金字塔式去做 操作 到金字塔式的這種加碼 你要 比較特殊的這個方式 去開槓桿 特殊的這種行情 特殊行情就是譬如說有些這個 騎過塊結算 最後這幾天要衝刺的時候 你用這種 那種方式 就是要賭最後那種 那種Var開始 開始往上標的一個狀況 或是伽馬值開始往上漲 這個太困難了 不講那麼深 反正總之呢 你要加碼或是你要開槓桿 你最好一般狀況下都是採取這種 金字塔式 或是那種子彈式 就是 前面 前面多 後面 前面少後面少 中間多的這種加碼 的這種方式 那美元也來到大概103到104 那選錢呢持續出一下 會不會來到這邊就停住了 我認為美元也是 104到105這邊是一個極限 這邊再往上 漲的話呢 其實困難度也比較高 所以看起來 外資呢 近期也 比較積極的回補台股 最近20個交易日 累積起來買台股買了七八百億 而期貨的進空單呢 在今天已經低於三萬口了 這個當然就是台積電的把縮影響 所以看起來呢 這一次上兩萬三 跟前面上兩萬三 甚至未來上兩萬四呢 外資是沒有 太過看空台股的 就跟台積電上千元的狀況一樣 上一次台積電上千元 外資賣了很多 可是這一次呢 千元之上的台積電 這個不要說千元之上 900之上 950之塊之上 台積電 的這個外資都是站在買方的 所以這一次呢 兩萬四我覺得起碼兩萬四會看到 那會不會攻歷史高點呢 等美國大選之後 再跟大家分析 而散戶籌碼呢 互多互空 那今天往上漲 我們盤後再注意一下 整個散戶動態 融資也是沒有標的太高 融資會助漲助跌 所以呢 對於加權來說 只要不要融資 衝得太快的狀況下 對指數呢 都是一個比較健康的一個走勢 所以未來指數呢 再往兩萬四去做挑戰 機會是蠻大的 而VIX呢 維持在一個低檔 也沒有太過 危險 也沒有標高 所以呢 目前不太會有大跌 那美國選舉的因素呢 我認為 影響短線 這個跟大家分析過很多次 所以呢 現在你要佈局哪類股票 我覺得現在佈局就是右下角 低檔 然後開始有啟動的 這類的股票 那像我今天也幫會員 較勁兩檔 這張股票 今天都還是上漲 今天 中小型股拉回成這樣 這兩檔都還是上漲 那這種股票呢 尤其你注意下第3季 7到9月的營收如果是不錯的話 那季報開出來 不要說季報開出來 它會 股價大幅度反應 起碼開出來股價不會跳水給你看 好你要找目前不決的話 我覺得找這種比較安全的股票 反正你要 小心那種呢 如果7到9月營收不太好看 那季報 人不防開出來可能會股價 會比較難看一些些 好那如果需要個股資訊 或是需要一些 更進一步資訊歡迎傳訊息過來 可以打上 台積電之有 這個關鍵字 好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告一段落 祝大家週末愉快 操作順利 我們下禮拜再見 拜拜 喜歡我們股客大夫的朋友 記得在YouTube頻道 訂閱開啟小鈴鐺 然後記得加入官方LINE 鎖定我們的投資關鍵訊息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省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然後我們下禮拜 那你直接走回 攝合